回本港 很多人中風後都不敢做劇烈運動 擔心會增加再次中風的風險 九龍醫院年初就與職業球會合作 教授病人踢足球 協助他們克服心理及身體障礙 5號連報道 大腳一抽 入球難不倒他 要帶波紐過雪糕筒 一樣應付治愈 5年前中風的黃先生 左手與左腳活動不靈活 病發之後一直不敢做運動 整天都躲在家裏 直至去醫院踢足球改變了他 而精神病患者Alex同樣享受同遠遊踢足球 踢球可以令到人心心鬆弛 以及可以取回自信心 出院之前都要有一個比較好的操練 我覺得踢球可以幫助到我們出院之後的生活 乙方就希望透過活動協助病人克服心理及身體功能障礙 通常我們會帶他們出去接觸一些新的事物 希望他們能夠重拾他們的資訊 我們的治療師都會先做一個評估 看一看他究竟適合做一個怎樣程度的訓練 我們才安排給他 職業治療師就建議中風病人 不要在太冷或者太熱的天氣之下踢球 以及事前最好量壓血壓 以免在血壓過高的情況之下做劇烈運動 有需要的時候就問一下醫生意見 亞洲電視記者5號連報道